讲吧 快点 这个是我的孙子 孙的 男的 这个是我的女儿 他的妈妈 然后这个是校侯的 那是外孙是不是 对 这个是校侯的 几几年属侯的 84 84年属侯的 2004 2004 对对 讲错了 哎呀 吓我一跳 2004 差得太远了 四年属后的 他完全被个鬼控制住了 杀业 家里有没有人杀过大的动物 大的动物 有没有杀过 老公杀过没有 或者人家为他杀的 可能是他的家娘 他的岳母 只要是家族里边的 杀猪啊 杀个牛啊 都算 杀那个好像 币欧这样 币欧是什么啦 啊 鸭子啊 对 鸭子鸭子 啊 乌龟 好像叫乌龟这样的 甲鱼啊 甲鱼 我看看啊 除非很大的 一般不会这样 哎呦 我看看是什么动物啊 哎呀 我的妈呀 真的杀了个大甲鱼哦 大甲鱼哦 大的 哎呦 你看着这个头啊 手啊 脚啊 你看 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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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吗 手就这样了 看见了吗 爪子啊 爪子 给他念小房子吧 先念108章 108章 然后再不停地念 大概要念到1300章 他才会好一点 但是这个孩子脑子会清楚 就是身上不能动 好 已经被灵性控制住了 但是念到之后 可能要动个手术 因为脑子很清楚之后 灵性走掉了 那么他脑子会很清楚 然后呢 身体上要动个手术 之后 把他骨头啊 身体啊 拉直 慢慢的 他才能站起来 否则他一辈子就这样了 好 听得懂吗 其实他现在脑子很清楚的 你明白吗 还要给他放生 要放生 要多少 放假鱼要放 放假鱼 我看要放几个 我的妈呀 要放60个 60个 大假鱼 大的小的都可以 好 好吗 他没什么大问题 脑子会很清楚 要放鱼吗 放 多少条 五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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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他家里也有假鱼 家里啊 他家里的风水上 也有假鱼 家里的风水啊 也不好 他一回到家里 就很不开心啊 对对对 师父 他比较喜欢出去玩 回到家里就想吵架 对 很麻烦 家里要念小房子 27张 好吗 功课要念几遍 师父 功课们就心经大悲咒 礼佛呀 还要念姐姐咒 姐姐咒大概要念49遍 一天 49遍 好吗 好师父 其他没什么 骨头稍微有点歪 两个脚的骨头啊 有点歪 有短 一个长一个短的 一个长一个短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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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好 大家喜欢台长的话 下次我再来帮助你们 好好念经 每个人都会好起来的 新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学佛 一定要念经 为自己的孩子 为我们的家庭 为众生都要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善良 越来越好 也是第一次到印尼来跟大家接缘 我们下次有机会 台长会经常来的 我们的观音堂呢 就在这不远 在这 大家到门口可以拿资料 好好的学佛 如果家里呢 发现有什么灵性啊 不好的话呢 就多念小房子 总是没错的 大家可以去问 好了 谢谢大家 新年愉快 祝大家身体健康 希望大家今天 看见的 我们的印尼的华侨 能不能够 多多去度人 告诉他们 这些真实的事情 这个人间 真的有灵性的 让他们都能够学佛 救救别人 就是救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明年再见 明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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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次感恩 大慈大悲的观音师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再次感谢大家 参加本次2016年 印度尼西亚悬疑宗述 大型现场解答会 本次法会圆满结束 祝大家学佛精进 法喜充满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资讯处查询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